刘强东事件已经过去几天了,事情真相到底如何,我们做的媒体更新。 但是卷在这个事件的风暴核心,这一个人,就是奶茶妹妹张泽天。 作为刘强东的夫人,张泽天被嘲讽为抹茶妹妹,意思就是说她被绿了。 这个称号还是娱乐圈寄件为王思聪带货的。 事件一曝光,王思聪就在发微博预定个大瓜。 之后,王思聪在微博里回应称,应该是价格没谈妥,送到局里后她明白了,此后便有网友爆出王思聪的朋友圈截图。 我宣布,今日奶茶妹妹,改名抹茶妹妹,随后很快王思聪就身除了动态,很多网友都说王思聪是被王建林骂了。 不过,抹茶妹妹从天开始,就成了全民调侃张泽天的词,本应该是受害者的张泽天。 这几天拜着刘强东,成了网络热议的对象,还未对此事做出任何回应的张泽天。 就顶着旧车奶茶妹妹和金春抹茶妹妹两次登上热搜,还被大肆认识女方就身材长向各方面进行全方位对比。 细血把苦之言充斥于网络。 对于张泽天以及世界的女主角,网上的评论是,刘强东是我见过大佬里最专一的人,只喜欢女大学生,可能他错认成了奶茶妹妹,毕竟人家脸盲,网上戏谑的声音布满了网络。 可是江泽天这几天的动态却是毫无更新,对于丈夫刘强东的事件也是一字为奇。 但是她的做法,却得到了很多网友的称赞,说她是一个聪明的女人。 她的做法就是以不变应慢变,的刘强东方进一步的动态。 从网红到京东女主人,企业家,张泽天的转变无疑是网红的典范。 但是跟随刘强东多年,奶茶妹妹也不是以前的小姑娘了。 成为京东最强代言人,去年11月,京东联合国际一线时装设计品牌,推出了系列潮服。 张泽天亲自出镜进行代言,从登上知名高端社交生活时像杂志Tedler相反反封面。 但和邓文迪参加艺术品间闪会,还频繁现身笑场。 今年的米兰时装周更是瓶颈好一品登上热搜,这一切无疑都是在为其京东时上站台。 这时候的张泽天实力已经不容小觑,一开始人们说是为了钱,跟刘强东在一起的说法被推翻,他也有自己的实力。 当然张泽天的转停,还是离不开刘强东的关系。 他跟刘强东不只是简单的夫妻关系,他们的一举一动关系整个企业的运转。 这时候如果因为自己的一些错误的举动而导致不必要的麻烦就都不尝试了。 在网络言论充斥的时代选择沉默也是最理智。 这也是他聪明所在,按照娱乐圈一贯的做法,像是满意力文章,董轩高云祥,同利亚陈思诚,这样的明星夫妻,双方的关系背后牵扯着巨大的利益关系。 像这样的事件,之后的处理方式就是选择原谅他,相信他。 不过现在事件真相未定,我们也不好瞎猜,坐等真相大白,还有张泽天下一步的动向。 通过这几天的观察,发现这个事情扑朔迷离,无论结局如何,对京东的影响已经造成了。 不过福祸相依,经过这一关,京东的知名度遍布全球,奶茶妹妹张泽天也会成为一个不折不扣的女强人。 如果喜欢本视频,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别忘了按赞哦。